交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公布國內新增四例 境外移入確診病例 分別來自義大利 菲律賓 以及英國入境 其中案一零五二 為本國籍五十多歲女性 她常駐義大利 去年十一月在境外染疫 十二月底返臺之後 入住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在臺期間三個多月都無症狀 在去年十一月上旬 有出現咳嗽有痰症狀 在義大利當地就醫病確診 但該名女子在四月六號持續發燒 到醫院就醫採檢 隔天出現呼吸喘的現象 轉至負壓隔離病房治療 而指揮中心目前掌握的個案 同住的接觸者三人 目前均無症狀 列自主健康管理 此外案一零五三和案一零五四 為菲律賓籍的二十多歲移工 都因為工作的需要 四月七號到醫院自費採檢確診 而案一零五五 則是本國籍三十多歲的男性 去年一月到英國工作 十一月下旬 出現了發燒咳嗽的症狀 在當地就醫確診 今年三月二十六號返台 四月八號接受檢疫期滿前的裁檢 才確診